我操这个排名可以啊 全是插三 哎 这是这是欧版的是吧 一败 我操一败的插三 咱来看呀 他这个就是 全新的是吧 大哥 是不是全新的 新的就是没有那个鸿蒙系统 是吧 没种鸿蒙 但是他跟他跟那个 正常有鸿蒙的是不是很大差价 是不是 对 这有个行货的 行货是吧 这都是十二加五一二的吗 对 这啥价这个 一万四千多吗 现在新的是一万九千多 是吧 博航 涨价了 这一万四 那么你给我介绍一下 我介绍的 这晚上英国的型的开统 我的插三 八三这么 这 这英文的外版呢 只能得要便宜呀 国航多钱 国航一万九了 信心是吧 是不是一万九了 老板 对 那这英文的 这少五千 一万五 一万一万四呗 一万四行不行 你一样吗 可以啊 可以啊 给力啊 兄弟们 这个这玩英文又不是懂的啊 不懂英文呢 咱只能给老板出的一万四 全息未激活 十二加五二啊 用不了红五系统 但是这英文呢 咱们不懂的 只能给这一万四呢 是吧 这行是吧 对 行 一万四来 描连 有没有懂懂英文的啊 可以入手啊 没有中文啊 这不还能调啊 就是能再能调 这不卖可以的嘛 这不 演演的啊 老板不知道 咱们可以不行 有啥不一样的 鸿蒙跟安卓有啥不一样的 我是不知道 这个是新的 这个是用过的 咱们调一下 这个英文怎么调 我是搞不懂 这可以啊 在哪儿调 大哥啊 给我调过来 看 白色 花生 白色 真不赖啊 这手感达达的 我看这个呢 好 拿过来了 这个版本的卖大刹三 咱们在市场上也是第一次见 大概研究了一下 就是没有这个鸿蒙系统 所以说它比这个国航版本少了不少 但是在市场上的话 基本上 我看到也没什么人问 国航版本的话 我看最近几天又涨价了1000多 不知道是为什么 据说这个华为马上要出5G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到时间 如果这个老板不出手的话 肯定会亏不少 大家拭目以待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